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发现目前任职于中旋局的士官长廖太渝才是当年犯爱的东海之狼 在昨天晚上将他逮捕 十四年前涉嫌强暴未遂的继父人才定交保 女大学生小会的记者会上指控东海之狼就是继父人 不过十四年后才发觉东海之狼另有其人 救胆的料姓嫌犯是海巡署中巡局的士官长 仅仅查出他曾经在东海大学就读之后进入军中福治院役 之所以会抓到人 是因为他涉及到另外一起性侵案 经过DNA比对和当初东海之狼的DNA完全吻合 十四年前一名东海大学的女学生遭到歹徒性侵畏 同年六月又有另外一名女学生被性侵得逞 当时警方抓到涉嫌的继父人 她向强暴未遂的被害人下归认错 留下了自白書 不過侦办过程中警方却搞丢了证物 加上另外一起强暴案 寄信男子的DNA与嫌犯不符 收押九个月之后 两起案件他都判无罪 不过姬夫人的这一段时间 背负着东海之狼的罪名 也就是说因为警方将证物搞丢了 法院认为不能够以姬夫人的自白书来定罪 因此在积押九个月之后 姬夫人或判无罪 而廖姓嫌犯究竟涉及了几起性侵案 则是后续追查的重点 记得林健身 彭焕群 台中报道 而我们看了刚刚十四年前 东海之狼的案子险些又酿成了冤狱 而在十四年前的今天 当时的空军士兵姜国庆 被控犯下谢姓女童奸上案 遭到了枪决 不久前才获得平反 司长官会就指出 包括了像是姜国庆案 苏建合案 以及最近被判死刑定业的邱和顺 这些司法史上缠送多年的争议案件 都只凭自白定罪 为了要求法院落实无罪推定原则 今天就有上百人冒雨用身体排出无罪 这两个字 表达他们对司法冤狱的忧心 近两百人冒着雨在台北市信义广场 用身体排出无罪两个字 声援苏案 无罪 他们认为法院还是不愿意照无罪推定原则 还给苏建合 刘炳郎 庄林逊三个人 一个无罪判决 今年诉案迈入第二十年 目前发回高等法院再跟三审 三个人还在死刑跟无罪之间来来回回 希望表达我们认为苏案无罪的诉求 其实苏案无罪的背后 在代表一个无罪推定的理念 我们不希望无罪推定的理念 只是写在刑事诉讼法的教科书 苏建合 刘炳郎 庄林逊三个人 也参与排资行列便亲自向大家说感谢 我希望在明天 明天的明天 我们的司法正义永存 谢谢各位 而包括苏案 江国庆案 以及最近在陆任案被判决死刑定验的邱可顺 这几个缠送多年的案件出现争议 司改会认为都是因为在没有直接证据下 只凭自白来定罪 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们都是经过刑求之后有自白 那么这些自白又得不到比较确实的证据的支持 但是如果依照无罪推定的原则 法官应该判决无罪 选在八月十三号这一天用身体排除无罪 因为今天是江国庆被枪决的日子 也是二十年前苏建合等三人被逮捕的前两天 司改会希望唤起社会各界对行求的注意 也要推动修法强制重大案件 第一次讯问要有律师在场 因为如果台湾司法不能落实无罪推定原则 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个江国庆 记者许跟资许正俊台北报道 屏东流流急渔船日春财六十八号船长吴来瑜 五月在索马利亚外海遭到美军误极死亡 家属强烈要求美方道歉并赔偿三百万美金 他一直得不到具体的回应 昨天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斯图文 亲自南下高雄拜访吴家 并送上了抚恤金 也说了几声sorry 不过金额多少 家属跟外交部都不愿透露 不过家属也要求美方给予赔偿金 而不是抚恤金 看着相片中 父亲吴来瑜的渔船日春财六十八号 女人吴慧华忍不住哽咽 今年五月十号 遭到索马利亚海盗挟持的吴来瑜 在美方执行反海盗任务中 被美军击毙 家属要求美方道歉并赔偿 等了三个多月 十二号AIT台北办事处处长斯图文 终于亲自南下高雄 代表美国政府到吴家探视 并送上抚恤金 不过金额多少 外交部和吴家人都不愿透露 代表就是美国还有AIT 对这件事情就是感到收入 不是赔偿问题就没有 因为他们他昨天送来的是抚恤金 对 抚恤金多少钱 不能这样 而这句sorry 仍无法平复吴慧华丧护的心情 尽管斯图文向家属承诺 下星期会提供事发现场的相关照片 但拒绝把吴乃鱼的大体运回台湾 吴家人强调希望争取赔偿金而不是抚恤金 外交部则表示会尽全力协助吴家人 争取公道 记者台北高雄综合报道 而另外不胜在宜兰山区失足坠崖的 台经经控总经理林克孝 遗体昨天被巡获了 由于天后不佳 直到今天上午才有海鸥直升机 将遗体运回台北 随后送往板桥殡仪馆 由于这个检察官率同法医商业遗体之后 发现林克孝全身有多处创伤 而头骨严重骨折就是致命伤 海鸥直升机不断盘旋 终于在今天清晨六点多从花莲出发 六点五十八分顺利调换完成 在这台经经控总经理林克孝遗体回台北 早上七点二十四分抵达松山机场 随后台上救护车前往板桥殡仪馆 地监署检察官上午率同法医相验遗体 发现林克孝全身多处严重创伤 集中在头部和胸部 其中头骨骨折 应伤是和证人说法 推定死亡时间为十号上午九点半左右 也就是坠癌当天上午 头骨以严重骨折是致命伤 一位法医师跟检察官 我们去龙岩会馆相验 九点验到十点半左右 全身多同性创伤死亡 我们大体已经发交家属处理 台信监控总经理林克孝 这个月十号探索泰雅族古道 在宜兰南澳乡树碎山摔入一百多公尺深的山谷 两名同行友人下山求援 宜兰新消防局和空勤总队出动了直升机上山搜救 但因为山须下雨 事故地点又在深山 直升机无法靠近 连日搜救直到昨天下午一点抵达失事地点 确定林克孝没有生命迹象 但天后状况转好 今天早上遗体被运送下山 台信监控也发出声明稿表示 林克孝不幸在登山坠癌意外中此事 全体同仁都感到震惊与哀痛 会协助家属处理后事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昨天环保团体从台中港出海勘察 发现二十多只中华白海豚美丽的身影 但是也发现到很多白海豚受到 被挤的肉都凹陷了 情况很不好 环保团体今天在总统府前的凯道 秀出白海豚惊喜对比的照片 或与政府应该设置白海豚保育区 包括台湾妈祖与保护联盟等多个团体指出 目前西部沿海的白海豚数量 恐怕剩下不到八十只了 尽管两年多前政府已经公告 将白海豚列为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 但是白海豚栖息地遭到破坏的问题依旧严重 要求政府划定西部离岸三海里 水深十五到二十五公尺的海域作为保育区 对此渔业署表示不排除设置保育区 但还是要先了解渔民的作业时间 才不会引发渔民的反弹 台塑六亲因为在一年之内 连续发生七件重大公案事件 地方要求六亲全面提供进行检修 但就在这个敏感的时机 竟然传出了云林县政府收取台塑十亿元的回馈金 这也让许多议员质疑 这个县府的回馈金的用途到底用在哪里 不过云林县长苏志芬则强调 这笔回馈金与过去六亲常态性的补助金相同 运用绝对是透明化 县府也绝对不会因为这十亿元的回馈金 就对六亲的公安监督敷衍了事 台塑六亲连续发生公安意外 让地方政府要求台塑六亲做总体检 不过却在这敏感时机 台塑拨款十亿元给云林县政府做补助 在过程中云林县政府都没有出来做说明 但县内的议员相当不满 只以回馈金的运用和留下 但云林县长的苏志芬则强调 但云林县长苏志芬表示 这十亿回馈金确实在七月十九号 拨入云县府公庫里 但也强调这笔钱和以往常态 縣补助相同 包括运用和留下也会透明化 对六亲公安的监督 也不会因此敷衍了事 现场苏志芬也说这笔捐款原本是在去年十二月就要捐 打算运用在减碳计划 但因为很多因素无法配合 现在要改用在二零一三年举办农业博览会等用途 但是因为这笔捐款是属于代收代付 不用受现役会来监督 捐款时间和过程都没有公开说明 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